這一次我收集了四家藥妝店的前三名卸妝水 你知道卸妝水是怎麼樣把彩妝卸乾淨的嗎 哈囉大家好 我是Vogue 門編輯正方 大家有用過卸妝水來卸妝嗎 我身邊最近有很多的同事跟朋友 都喜歡用卸妝水來清潔 因為它真的很方便 很快速 卸完之後皮膚會覺得很乾爽 很舒服 那另外有很多人有中睫毛的習慣 其實如果你中了睫毛啊 你就不太能夠使用一些油脂含量很高的卸妝產品來卸妝 因為這樣子很容易把睫毛給弄掉 所以我覺得卸妝水是非常方便大家喜歡的產品 那現在我就收集了前面一整排 大家有沒有看到一整排有12瓶 就是我收集了屈城市 康氏美 Thomas跟松本欣四家藥妝店 今年1月到7月前三名的品項 總共有12瓶 大家有沒有發現這4家藥妝店都有共同的一瓶 就是這一瓶 來自日本的必費斯特去岸城的卸妝水 其實這一瓶啊在日本啊 就是已經是蠶連好幾年的卸妝水的銷售冠軍 他來到台灣之後啊 也立刻馬上在藥妝店有很好的成績 那必費斯特啊它其實有一個很特別的技術 叫做彩妝溶解技術 其實這個技術就是可以把彩妝跟油脂卸乾淨 那這個技術其實跟另外兩個牌子標榜的技術也非常的相似 就是這個貝夫代碼有一個類似的技術叫做膠素科技 巴黎萊雅有一個技術叫做磁力導出科技 因為卸妝水裡面的成分啊 它有一個清油端跟清水端的技術 那清油端就是可以很輕鬆的把我們臉上的彩妝啊 油脂很快速的溶解 溶解掉之後呢在化妝棉上面不是就是水 就是清水端 就可以很輕鬆的把這些油脂擦掉 所以真的是在短短的幾秒之內 我們就可以把臉上的彩妝跟一些油脂清潔乾淨了 這就是這些卸妝水的技術 那必費斯特它其實這一瓶裡面還有維他命C的成分 可以在卸妝的時候幫你去按塵 那貝膚代碼這一瓶啊 它裡面有小黃瓜的萃取 可以安撫鎮定你的肌膚 那巴黎萊雅這一瓶卸妝水 裡面是有玫瑰精脆跟高山泉水 所以這些卸妝水可以很輕鬆很快速的 就把你臉上的彩妝給卸乾淨 到底卸妝水適合什麼樣的膚質使用 其實我覺得啊什麼樣的膚質都很適合使用卸妝水 然後呢如果是油性的肌膚我覺得也更適合 因為油性肌膚的人比較容易長痘痘 所以我覺得卸妝水很清爽的感覺很適合 那現在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在這個排行榜當中有三瓶 其實蠻適合油性肌膚的人喔 像這一瓶是康氏美的第一名 是1028的卸妝水 那我自己覺得這瓶卸妝水蠻好用的 因為它卸起來真的是像水一樣的很清爽 那另外啊它裡面含有一種就是蠟木跟雪蓉花的成分 其實這兩個成分是我在專櫃的保養品才會看到的成分耶 讓大家覺得它物超所值 第二瓶啊是美麗日記的保濕卸妝水 這一瓶啊它其實真的也非常非常的水 滿簡單就可以把它彩妝卸乾淨的 它裡面啊其實加了綠花椰菜 可以收縮毛細孔還有蘆薈 可以讓油性的皮膚比較有點乾爽的感覺 另外啊是在松本清的第三名這個洗顏專科的化妝水 大家有沒有看到它這邊有點綠色的標誌 其實綠色的標誌也是標榜油性肌膚專用 它使用到了什麼就是日本的雨漬抹茶精華 所以可以在肌膚一邊卸妝一邊控油 那洗完之後呢就是肌膚會有一種很清爽很乾淨的感覺 而且皮膚還是會有一點亮亮的感覺 我覺得也不錯 很多人覺得啊如果用了卸妝水之後 就不用再洗臉跟上化妝水的保養 這樣是對的嗎 這個問題真的很多人有這樣的疑慮耶 一般的卸妝水都標榜含有清潔卸妝跟保養的功能 那為什麼有保養的功能呢 是因為卸妝水其實裡面的水 就跟我們一般使用的化妝水裡面的水的成分是雷同的 像有人可能使用唇水 有人使用高山唇水 或者是使用植物的花水 可是你要想喔 這些水是有卸妝的效果 它必須還是要溶解臉上的彩妝跟油脂 所以在化妝水裡面 他們可能又加了一些介面活性劑啊 或者是多元唇 或者是溶劑 這些成分才可以把彩妝跟油脂溶解掉 所以如果是我啦 我用卸妝水之後 我一定會繼續的乖乖洗臉 如果你有一天真的很累很累 很想要偷懶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就是用化妝棉多卸幾次 大概四五次五六次吧 真的確認把臉上的彩妝全部都卸乾淨 偶一為之就去睡覺 可是如果你把它當成天天的日常保養 我是不建議這樣做的 大家喜歡卸妝水啊 除了它使用快速方便之外 還有就是它卸完妝之後啊 就是皮膚有一種保濕潤澤的感覺 也是大家喜歡它的原因 那這一次啊 我蒐集了這些藥妝店的前三名的排行榜 也有三瓶 特別適合就是皮膚比較乾燥的人使用 像這一瓶啊 是松本青的第一名 是MK的熊野油脂的卸妝水 它其實也是標榜無添加 沒有加一些色素啊香料 質地上面其實也是水水的 可是我自己有使用過 因為它裡面加了天然的植物成分 還有一點點天然的精油 所以它卸完妝之後啊 其實皮膚就是有一種 潤潤的蓬潤的感覺 然後也很保濕不乾燥 所以我覺得很適合 皮膚比較乾燥的人使用 接下來這一瓶啊 是日本藥妝店 Thomas的員工好口碑推薦 這一瓶也是來自日本的一個卸妝水 它一樣就是非常的溫和不刺激 如果你有去Thomas去試妝過啊 其實你會發現這一瓶啊 就是放在試妝的位置去 讓大家試完妝之後 可以隨時的來卸妝使用 那非常的溫和不刺激 很多顧客使用之後 就覺得效果很好 就會自己主動去問店員說 放在哪裡 我想要買回去試用 那因為它含有這個弱酸性 所以卸完妝之後 其實是跟皮膚的PH值很相近 皮膚也非常的溫和 然後又卸得很乾淨 最後一瓶啊 其實是屈臣式的獨家商品 是蒂芬妮亞的深層卸妝水 它其實這瓶卸妝水 它也有很多其他的姐妹產品 可是這一瓶是添加了氨基酸 有非常好的保濕成分 其實啊可以在卸妝之後 擁有很好的保濕效果 所以算是蒂芬妮亞一個 長青又熱賣又經典的卸妝產品 其實卸妝水啊 基本上啊就是卸日常的淡妝 如果你也沒有化妝的習慣 可是有上一些防曬隔離霜的人 也非常適合使用卸妝水來卸妝喔 那像現在啊 氣溫還是非常非常的高 我可以告訴你一個小tips 就是把這個卸妝水 放在冰箱的冷藏室 當你晚上拖著疲憊的身體回家的時候 想要卸妝就從冰箱拿出卸妝水 然後呢就是一邊卸妝 可以一邊幫皮膚降溫 也可以享受一個很冷靜很清涼的卸妝效果 以上這就是我今天幫大家蒐集來 四家藥妝店的暢銷排行榜的卸妝水 如果我沒有蒐集到的 或者是還有其他比較好用的卸妝水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喔 那我們下個禮拜五見囉 掰掰 你不見啦 我們會不見啦